一般女人,自身条件不是特别优秀,过了35岁以后还没结婚,价值就会随着年龄的增长越来越低,结婚对象也往往不是最爱的。 大多为了结婚而结婚,这样的女人,也被称作大龄圣女,说到大龄圣女,我脑海中就跳出了四个字,宁缺无赖,什么是宁缺无赖,说白了就是不想将就,宁愿身边缺少个TA,也不要和自己不爱或不爱自己的人在一起,追求高质量的单身,但同时也享受着孤独。 一,喜欢坚持宁缺无赖原则的圣女,其实也没错,在这个离婚率如此之高的年代,不在婚前多筛选,怎么知道是不是对的人,万一碰到渣男怎么办? 所以,圣女们的考虑也不无道理,但是,最怕的就是圣女们择偶要求太高,曾有人对大龄圣女形容,说大龄圣女就如同吸血鬼,又要男人拿高价彩礼,又要有车有房,又要三观和,又要长得帅,还要对她专情不背叛,人品好等等。 这样的要求过分吗?女人这样的要求,大多都是高不成低不就主动胜下来的,不是被动。 除此以外,女人过了35岁,从生理上来说,有的可能会绝经,不能生育,就算结婚了,也是高龄产妇,说完生理,我们再从心理学角度来说,身边跟你同龄的人,都已经结婚生孩子了,你还在单身,那么,你可能会产生焦虑情绪,再加上工作,生活,父母催婚等压力,容易患上抑郁。 二,我身边,一闺蜜就是个例子,她是宁缺无烂的大龄圣女,35岁了,有轻度抑郁症,相亲不知多少次,还是没有嫁出去,究其原因,就是因为她大学毕业后做女主播,天天陪很多人聊天的那种,平常特别宅,圈子很小,整日为自己嫁不出去烦恼,抱怨怎么就遇不到好男人,家里人还建议她网上谈一个, 说隔壁你白衣的闺女,就是自己网上谈的,你做女主播认识这么多男孩,就没有合适的吗? 她说网上那些男人都不靠谱,遇到渣男的概率太高了,还是想在现实找个能过日子的好男人。 那就是女主播担长的名词,是最好的男主播摄予和男人。